75 歲的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日前在倫敦與英聯邦僑民成員共舞 展現親民活潑的一面 而她接下來還有個重要的任務 18 號要與王后卡蜜拉一同訪問澳洲 但是與她的母親伊麗莎白二世 過往在澳洲的高人氣不同 傳出澳洲有六位省長 都以公務繁忙等理由 缺席21 號舉行的歡迎宴會 所以我們稱它為《Fairwell to Monarchy Tour》 這有點像一個《Rock and Roll》的《Fairwell Tour》 我們完全歡迎查爾斯和Kamilia 這次我們也歡迎在皇帝圖宴 我們也歡迎在皇帝圖宴 查爾斯將首次以英國國王身份訪問澳洲 及英聯邦國家 原定於21 號在首都坎培拉 舉行皇室歡迎活動 並邀請澳洲的新南威爾士省 維多利亞省 昆士蘭省共六大省長參與 遺憾的是六人都表示當天有公務在身 未能參與歡迎宴會 面對英國國王被冷遇 由支持澳洲維持君主立憲制的團體 批評這六位缺席接待的省長 是以行動操弄政治 澳洲是君主立憲制國家 君主由英國國王兼任 因此現任君主就是英王查爾斯三世 但是澳洲當地社會一直有 是否廢除君主立憲制的討論 而英王查爾斯早前也表示 如果澳洲舉行免除他身為國家元首的公投 他將不會干涉 今年初宣布離癌的查爾斯十分看重 這次訪問澳洲及太平洋島國薩摩亞的行程 不惜暫停癌症療程 未來訪問之行 備受關注 環宇新聞吳光誠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